高雄市的施甲国宅近年来风波不断 在六年多前有暴力集团 寄于高雄施甲国宅两亿多元的公积金 把持了管委会来勒索保护费 而最近他们又找来了五六名头戴 鸭舌帽的男子率众来砸窗 甚至是逼迫住户必须要签订新的注约 如果不从的话就会被修理 让国宅的住户人心惶惶 十几面落地窗全都砸得稀巴烂 玻璃碎片掉满地还来不及亲 一早赶来开会的住户聚在管理室前 一路准分 备二亿砸窗的就是高雄市施甲国宅的管理室 五六名男子清晨持球棒闯入 砸毁落地窗后逃逸 住户报警但监视器却没拍到半个人 质疑内神通外鬼 就算移动你自己谁移动你也可能会注意到 各个地方你在管理室 你24小时通通有管理员在那边 你四肢监视器在那边你会拍不到吗 其实石甲国宅早在六年多前就被暴力集团把持 涉嫌掏空两亿多元的社区基金 近年来变本加厉 还要住户签订新注约 若有不从就会残遭修理 被迫签名 亮枪被迫签名 我威胁我们谁敢来开会 我就照三餐来拜访你 上天后住户不堪其扰 组成自救会要求改选管委会 但杂窗事件后 住户们既若寒蝉 暴力集团介入 让社区谋上黑影 居民们敢怒不敢言 只能期盼公权力 主张正义 中文集网家庆 高雄报道